從抽屜拿出兩百元紙鈔 看起來有點老舊 雜貨店老闆說這已經很少見 明明是真鈔 但還真的有很多業者跟客人 就是不喜歡收到兩百元 因為太少見 有人怕拿到假鈔 現在更有網友在臉書碰文 說他到銀行提款按鈴百元鈔 結果吐出兩百元鈔票五張 但卻買售桃的時候 店家卻拒收這兩百元 接下來他去賣場買普渡用品 拿出剛領的兩百元鈔票 沒想到收益人員 誤以為是三倍券 還提醒他就不找鈴 爭鈔比三倍券還難用 讓他超無奈 直說既然兩百元鈔票很少用 為何還要發行 麻煩就拿一隻在扣子 拿一隻在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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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過來看看左邊是兩百元鈔票 右邊是兩百元三倍券 都是淡綠色的 兩百元的位置也一樣 也沒看清楚 真的可能搞混 已經稀有到有人要拿回去做紀念 但截至一百零七年底 兩百元跟兩千元 只有佔整體流動在外超券的 百分之零點六二跟一點五六 比率偏低很多 如何提升民眾使用意願 就看央行拿出什麼對策引益 記者 侯顧文 摘衣報導 搶 打 瑟 汗